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我自己也比较关心像数据传输 OLAP 然后消息堆裂的技术 比如像 ROCKMQ 卡夫卡 Doris Clickhouse Flink CDC 这些技术 如果大家对这些技术比较感兴趣 可以加一下右侧我的微信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探讨和互相学习一下 这一页呢 是我做一个简短的声明 就是我今天的发言呢 跟我所在的公司呢 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和一些意 今天呢我主要想和大家主要分享三个小题目 第一个是ROCKMQ101 第二个是ROCKMQ大数据旅游 第三个是ROCKMQ5.0 在此之前呢 我先讲一讲什么是ROCKMQ101 我们学英语呢 要学ABC 我们学数据呢 要学123 我们想要了解ROCKMQ呢 就要先学习ROCKMQ101 ROCKMQ101 其实主要就是讲解一些ROCKMQ 一些基础知识和一些常识 还有一些ROCKMQ里面的一些基础逻辑和名词 好 所以今天的ROCKMQ101呢 我主要那个简单分享四个点 第一是ROCKMQ的一个特性 ROCKMQ呢 相比于其他的MQ呢 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 这里面我简单列了一些 我抽几个比较常用的一些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 第二个是ACL ACL呢 其实就是一个健全 它是以TOPIC为资源的 嗯 它主要定义了哪些生产者可以发布消息 哪些消费者可以消费消息 的这样的一个健全的机制 这样呢 保证了数据在在ROCKMQ里面呢 相对来说会更安全 嗯 第二个是从事和死性 从事和死性 其实是ROCKMQ对于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 在一些弱网络或者是一些就是嗯 特别偶然的因素的情况下呢 做的一些数据可靠性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嗯 那个消费者在消费一条消息的时候 如果由于网络抖动呀 或者是由于某些特殊的情况 导致自己没有消费成功 但是呢ROCKMQ有从事和死性的机制 可以在消费失败过后呢 进到从事堆裂里面 然后继续从事消费 只要从事消费成功了 都算是成功的 如大大一定从事次数过后 仍然没有消费成功 然后呢消息就会进入到死性堆裂里面 进入到死性堆裂里面的意思 一般就意味着说需要人工介入去处理 嗯 好 然后第三个我想介绍的一个是事物消息 ROCKMQ呢支持一个简单的 通过非常简单的方式呢 实现了一个生产者事物 它的大概的过程就是 生产者向ROCKMQ Broker 发一条事物消息 然后呢执行本地事物 执行完了 如果成功过后 然后呢再向ROCKMQ Broker 发一条Commit命令 然后呢Commit命令过后呢 这条之前发的那个事物消息 消费者就可以消费到 嗯 如果生产者的本地事物失败了 那他就可以发一个ROCKMQ 的消息 这样呢之前发的那个事物消息呢 消费者就不会消费到 嗯 好的 然后第四个是一个request reply 是嗯 嗯 那个最近几个版本内 里面ROCKMQ 可以新增一个功能 其实request reply 通过自明意义 我们可以理解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 RPC的同步调用 主要是在一些 嗯 就是比 场景下面 用户想要把 就是消息 或者是API的调用呢 的相同逻辑呢 放到一起 的时候 所以 嗯 在这个时候呢 他又不想同时叫API又发消息 这样的话 对于下游会造成很多 就是处理上的困扰 他都想放在消息里面来做 然后呢ROCKMQ 就支持request reply 就是在发完消息过后 会等到消费端消费完了 然后呢 就是消费完过后reply给生产者 然后生产者这边的逻辑 才会继续往下面走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其他还有很多那个特性 比如说下面的白色的字 有 比如说第一个 他支持目前呢 ROCKMQ支持pull pull pull 这三种模式都是支持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 ROCKMQ 你可以把它就看成是一个对列 就是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到书语结构里面的那个Q 比如先进先出呀 或者是可以频发出啊的这种Q 所以他支持pull pull 第二种是广播和负载均衡的两种消费模式都支持 这个呢 我们在下一个PVT里面呢 会详细的讲解到 这里我就不解就不了了 第三个是ROCKMQ支持非常多语言的客户端 这个呢 也在ROCKMQ5.0里面做了一个极大的增强 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往后一点的PVT里面也会详细的讲到 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二个呢想分享的一个事情是ROCKMQ一个架构 嗯 这个图呢是 嗯 我在社区的 嗯 那个ROCKMQ架构的图上做了一些增强 嗯 我们看一下如果大家熟悉那个社区的那个架构图的话 大致的逻辑就是架构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增加了一些标线画颜色的和画数字的 我们从数字开始 第0一个组件的就是NameServer NameServer呢就是一个管理原数据和路由信息的一个组件 它是一个就是无状态的的组件 它就做原数据管理 第二个是Broker集群 Broker集群呢 嗯 嗯 现在这个图里面画的Broker集群是一种经典的部署模式 就是两组两重 一个Master带一个Slave的模式 而Broker的作用我们都知道 它是主要是存储数据和管理它自身的这一部分原数据信息 然后Master跟Master Broker跟Slave Broker之间呢 通过10912的HA的端口进行通信 主要同步呢 就是原数据和真实的一些Commit Log数据信息 同时呢Broker集群在提起来的时候呢 它会通过9876端口 把自己的信息上报给NameServer 也就是图中间的橘色的这条箭头 嗯 上报给它过后呢 NameServer就有了所有的Broker的信息 好 012过了过后呢 0303是一个生产者集群 生产者所谓生产者其实就是向Rocum Q集群里面发消息 它发消息的时候呢 主要有这么一些过程 就是生产者首先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过后呢 会从NameServer集群通过9876端口 去拉取它要生产的TOPIC的路由信息 这些路由信息主要就包含说 我要生产的这个TOPIC 它有多少个Q 每个Q分布在哪些Broker上 拿到这些消息过后呢 然后它再通过那个就是 左下角的那个绿色的箭头 向Broker集群发送消息 发送的时候 它就它就可以明确的知道 我发送的这个TOPIC 它有几个堆列 然后有每个堆列在哪些Broker上 它就可以根据一些 一些那个发送消息的策略 发送到指定的Broker上面 那么生产者跟Broker之间的通信端口 是10911和10909 109 我解释一下 通常我们看得到的是10911 10909呢 其实是一个VIP的端口号 就是当10911如果很繁忙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10909呢 VIP通道呢 做一个降级 通常我们用10911端口 好 生产者完了过后呢 我们讲述一下消费者 消费者的启动过程 跟那个生产者是类似的 他起来的时候 也是先从NameSub上去拉取 TOPIC Q Broker信息的这些路由信息 嗯 拉好过后呢 然后他就从那个指定的Broker上 去拉取消息来消费 他的跟他跟Broker的通信的端口 也是10911和10909 嗯 好 基本的架构呢 和他们几个组件的通信的一个端口号和通信的数据呢 我都简单捋了一遍 中间我们发现还有两个就是虚线的箭头 OK 嗯 大家可以那个做作为一个思考题来思考一下 两个虚线的箭头 在RockMQ里面会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Broker去访问生产者 Broker去访问消费者呢 大家可以下来思考一下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在那个RockMQ的社区群里面 Add一下我 我叫小伟 Add我过后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好 第三个是在RockMQ里面出现的一些基本的名词 嗯 我相信RockMQ大家在不管是你Google或者百度RockMQ 或者RockMQ的社区官网上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名词 这里呢我简单做一些分享几个重要的名词 嗯 我们可以看到先看一下第二个ConsumerQ和Topic路由 ConsumerQ其实它主要是说一个Topic有多个Q来构成 从Consumer从消费者这一段来看 其实每个Q对于他而言就是属于ConsumerQ 嗯 然后Topic路由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主要包含这么三个关键信息 第一个是Topic的名字 第二个是Q的ID 第三个是BrokerID BrokerName或者BrokerID 一般是BrokerName 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主要包含说一个Topic有多少个Q 每个Q在哪些Broker上 这就是一个Topic的路由信息 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有知道了路由信息 他才能去具体的Broker上去 就是往那个具体的Broker上去发消息 或者是去拉取消息来消费 嗯好的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有一个那个第六个Topic Tag Topic呢 其实很多MQ的里面都有这个定义 为什么会定义Topic Tag呢 在RockMQ里面其实Topic是这个意思 我我个人的理解啊 就是一个一个MQ集群里面有 它可以它会有全量的消息 而它根据不同消息的类型呢 把消息做了分类 不同的分类的分类名就是Topic 那就意味着说 全部Topic的消息合起来就是全量的消息 嗯 我认为Topic是消息的一种分类 还有一种Tag是什么呢 其实Tag我理解就是Topic的一个子分类 嗯 所以不过Tag跟Topic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Tag的这个子分类呢 它可以没有没有的意思呢 我可以用信号来表示全部的子分类 这主要就关系到那个最后一个消费者 再哦那个倒数第二个订阅关系 订阅关系就是消费者在消费一个Topic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订阅关系 就是我去订阅一个Topic 但是但是会有一个RockMQ会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就是一个消费者要来订阅一个Topic消费的话 它需要详细的告诉这个Topic 我要订阅到哪个Tag 就是我要订阅大分类是哪个Topic 此分类是哪个Tag 它都要指定 只有这三个指定了呢 它才是一个正 一个正常的订阅关系 因为RockMQ里面有一个 嗯 就是可能大家经常会听说的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一个词汇 叫做订阅关系一致 因为只有订阅关系一致了过后 消费者才可以正常的去那个消费消息 所以有可能我们就会遇到一些订阅关系不一致 订阅关系不一致 一般的排查方式 其实就是消费者组名字 Topic和Tag 这对关系呢 在不同的消费者实力里面 它的值不一样 通常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排查 这种订阅关系不一致的问题 其实就比较简单 嗯 好 其他的的话 还有两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再讲一讲 就是到处第三个消息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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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RocumQ里面 就是扭转的一个基本单位 就是一条消息 然后还有一个消息的Property 其实消息的Property 相当于扩展字段一样 就是除了消息体本身以外 它可能还会带一些额外的扩展信息 我们这些扩展信息其实就可以把它放在Message RocumQ就提供了MessageProperty 来供给存放 就好像HEP协议 HEP协议 HEP的Header HEP的Body Body Body是主要信息 Header呢 可以包含一些额外的扩展信息 MessageProperty 就有点像Header的意思 好的 这个是名词 然后第四个是一个生产消费模型 生产消费模型 其实 嗯 我们简单看一看生产消费模型 其实生产消费模型 主要就简单描述了 在RocumQ里面 生产者和Topic和消费者 他们之间是怎么扭转的 我简单讲解一下 嗯 这个地方主要描述的一个事情是 在一个集群里面有一个名 Topic叫Topic A 然后Topic A呢 有四个Q 这四个Q呢 Q1 Q2分布在Master Broker1上 Q3 Q4分布在MessageProker1上 然后一个生产者 Producer Group A 有两个生产者实力 它分别像这四个队列发消息 默认的策略是轮顺的发消息 就是呃第一个消息发给Q1 第二个消息发给Q2 第三个消息发给Q3 第四个消息发给Q4 第五个消息发给Q1 依次这样允许 好 这个是生产者 消费者其实我们通过刚刚可以看到 消费者有有就是这里有白色的字体 第二个它有一个广播消费和负载均衡的消费 我们讲一下 嗯 如果是广播消费的话 就是假设我发一条消息到Q1 那这个消费者有两个消费者实力 Consumer instance1和Consumer instance2 那这个Q1这里面的这个消息呢 会分别被这两个消费者都消费 对 这就是广播消息 就是只要这时候广播消息 其实就我们就可以弱化Q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打致的理解为一个就是生产者 像托比格A里面发了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呢 可以被Consumer Group A下面的所有的消费者实力 每个人都消费得到 这属于广播消息 如果是集群消费的话是怎么样呢 集群消费其实就有点像负载均衡的消费 比如说我有一个 嗯 我现在Consumer Group A下面有两个消费者实力 总共呢 Topic A有四个堆裂 那这四个堆裂呢 会平均的把每两个堆裂分配 就是两两分配给一个那个消费者实力 比如说Q1Q2分配给了Consumer instance1 Q3Q4分配给了Consumer instance2 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发生的时候是轮循发的 所以说四个堆裂里面每个堆裂里面消息数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又是比较均衡的按照Q分配给每个消费者 所以说这个每个消费者他们就是消费者消息数也是差不多的 这就属于负载均衡的消费 好在讲完基础信息过后呢 就是RockMQ101过后呢 我们看一下RockMQ可以怎么样来构建一些大数据流呢 现在RockMQ有哪些生态项目 可以支持构建哪一些就是数据流 或者在这个当中怎么样构建的这些数据流呢 接下来我们简单讲解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构建大数据流的一个总览 其实这个总览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 就是随着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啊层出不穷 我们以技术的维度往前看 最最上面的那个是云原生 云原生主要很多也是基于K8S的云原生化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也提倡云原生的生态 RockMQ呢通过RockMQ5.0做了一版存储和计算分离 存储和计算分离过后呢 在上到K8S或者云原生化的时候呢 它就每一个存储组件和计算组件 它就可以按需去分配所需要的资源 有可能存储组件它更多的需要的是磁盘 而CPU其实是少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K8S可以主要给它分配磁盘 CPU分配少一点 然后计算组件呢 其实就可以把CPU分配的多一点 这样的话呢 整体的资源利用率就会变大 OK 这就是属于那个RockMQ适应云原生的生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的EDA和Serverless 其实EDA就是事件驱动模型 事件驱动模型呢和Serverless呢 其实现在逐渐在引领的潮流 比如像我们知道那个有很多厂商里面 里面有像什么Lambda啊 Event Bridge啊 还有云函数啊 等等这些呢 都属于这一系列的东西 在这一系列里面呢 RockMQ本身也有一些周边的生态项目 可以直接对接这些Serverless的一些框架 和EDA的框架 现在RockMQ也开源了一个RockMQ 就是一个Event Bridge 可以帮助大家构建基于事件的驱动的那个应用 Horseverless的一些应用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流计算 就是大数据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事情 就是比如后面我们会讲到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流 其实都会经过一些那个 比如说有的可能简单的经过一些ETR 或者是一些转换 然后丢给下游 有的可能做一些复杂的 稍稍复杂一点的计算 然后再丢给下游 其实RockMQ呢 现在复化了RockMQ Collect RockMQ Flink RockMQ Streams 有三个项目 都可以支持一些那个流计算的方式 可以帮助用户快速的构建一些流计算的应用 然后还有剩下的就是那个最后一个是那个微服务 现在比如像Dapper 还有那个Spring Cloud 其实都是比较火的这些项目 像这些呢 RockMQ都直接提供了像对应的那个生态项目和组件 可以直接对接支持 比如像Spring Cloud的话 RockMQ直接提供了RockMQ Springboard Starter 可以直接 就可以直接配置配置 就接入到微服务里面了 所以说这样用起来的人呢 会更加简单和方便 嗯 嗯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发现除了除了技术领域 其实还有一些像电商金融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行业里面呢 像消息 Metrix 和Log 这些都是一些 就是RockMQ在那个适配大数据流的时候呢 都目前都是已经解决掉的一些问题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数学的话 可以继续听我往后面讲 嗯 第一个就是RockMQ处理的一些数据流 主要是一个消息 其实消息呢 主要有三种特点 消息我们把它跟一些普通的数据流呢 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消息首先呢 它是不连续的 就是它就是它是离散的 它会随着业务的流量增大而增大 变小而变小 就比如说我的订单消息一样 我的订单多 那我的消息量就多 我的订单小 可能消息量就小 可能我工作日的订单多 可能我周末的订单少 这就是随着业务量而变化的 并且它是不连续的 可能现在比如一点钟可能有一个消息 可能到了两点钟才有一个消息 因为可能两点点一分又来了一万个消息 就像这种 它就是不连续的 第三个呢 就是通常消息呢 都是业务属性都非常强 比如是订单消息啊 或者是费用消息啊等等这些 优务属性都非常强 这种非常强的业务呢 就要求不丢和不从 所以对于那个MQ的那个要求也是特别大的 嗯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简单的图 比如说AB两个那个微服务 就是以订单的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下一个订单过后呢 发一个通过RockMQ客户端呢 发了一个消息给RockMQ 然后呢提供给B服务去消费 消费完了完了过后呢 就向客户发一个短信告诉用户 已经下单成功了 下单的一些基本信息是什么 方便用户保存嘛 既然这样的话 用户就不用打开 比如说APP啊 就可以看那些订单的基本信息 嗯 这里面其实主要是这种场景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一个从事和死性 因为通常生产消息 从生产消息的时候也会 就是有一个就是一致性的保障 就是那个客户端里面也会有 通过呢不同机制的从事机制 让生产者尽最大可能的忽略偶然的情况 然后把消息发给RockMQ 发完了过后呢 通过从事和死性的机制 也最大可能的保证消费者呢 能够正常的去消费到消息 而不是一锤子买卖说 我只要我第一次 我由于网络躲动了一下 我消费失败了 嗯 或者说我没有消费到消息 这样呢 我就以后就没有机会消费了 OK不是的 RockMQ 允许你在从事的时候也可以消费 消费成功了呢 这个消息也可以正成的ACK 也算是消费成功 嗯 这个就是消息 第三 二个呢是CDC的数据流 其实CDC的数据流呢 主要是那个 做大部分场景下可能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同购 同购的数据流做备份 第二个是易购数据做查询 什么是同购做备份呢 比如说MASCO的数据到MASCO的数据 一般是那个多数据中心 或者是那个多地域做同数据备份 比如说就是做栽培 所以我假设我北京到上海 我实时的把数据通过CDC的数据流 把北京到上海的数据呢 北京的数据呢写分到上海 这样假设我北京的那个数据机房挂了 OK那我上海的机房 我还有一部分数据对吧 就多了一次栽培 所以易购做查询 其实易购呢主要供一些后台系统 或者是供一些分析系统等等 能做一些查询用 特别是一些后台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有假设下来一些订单 那这个订单可能有一些运营啊 运维啊 还有一些分析师 他们可能会查一些订单详情 还有一些一线二线这些同学 他们会做一些明细的查询 查询 然后主要做一些处理事情啊 简单的统计啊等等 所以说易购通常是做 给一些后台系统做查询用 这里呢 其实RocumQ可以支持 比如我们以MASCO为例 RocumQ可以支持 从Kernel或者FlinkCDC里面 获取MASCO的数据 MASCO的增量性的数据 再通过RocumQFlink 或者叫RocumQStreams 或者是RocumQCollect 把数据写到MASCO 或者是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写到ES和REGIS 或者是Mango里面 这样的话就是同个 如果同个的话 就是不管是同个还一个的话 就可以正常的写到目的端 并且现在RocumQ还支持了 两个很强大的组件 第一个是Debrism Debrism大家都知道 其实像FlinkCDC底层用 现在都已经支持Debrism Debrism是一个非常强大的CDC组件 一个开运的CDC组件 现在呢 也已经集成到RocumQCollector里面 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Debrism 然后获取数据 丢到RocumQ里面 这中间没有任何代码编写 只用配置配置就OK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FlinkCDC的Collector 也同样是可以的 然后数据当到RocumQ里面过后呢 在通过RocumQCollector里面的一些SyncCollector 可以写到MySQL Redis Mango里面 都是OK的 好 这个是CDC的数据 还有一个是监控的数据 监控数据流其实是一个更古不变 就是怎么说 是一个更古不变的话题 监控数据流其实主要包含有两种 这种监控数据流 第一种是那个前端的Mertrix 前端的Mertrix 前端的Mertrix 一般我们知道 前端就是由JS上报的 比如说它可以上报 就是页面的加载耗时 某个资源的加载耗时 等等这些 它是通过HCP上报 RocumQ 一个RocumQ 那个APS 这些呢 就是可以支持的 以HCP协议 把 嗯 那个一些Mertrix的信息 上报到RocumQ里面 还有一个是后端的Mertrix 后端的Mertrix 通常是指的是 业务市场场里面的一些买点 这些买点信息呢 其实 就是可以直接上报到RocumQ里面 然后供RocumQ的一些Sync Collector 然后消费 并且丢到下游 还有一个就是ERK 一套开源的日志解决方案 ERK呢 现在RocumQ呢 可以直接支持 用Floom采集日志 丢到Page 丢到RocumQ里面 这张就只是用Page的 Page 就OK了 好 这些场景呢 我简单画了一个图 总结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日志文件呢 可以通过Floom 然后采集 采集完过后呢 丢到RocumQ里面 通过RocumQ的一些 RocumQ的 比如RocumQ Collect 有一个可以做一些简单的ETR 就可以丢到ES里面 方便 在Kibana 在Kibana 去做查询 这就是一种套的ERK的链 当然 还有后端和前端的Metrix 然后呢 也可以直接通 上报到RocumQ里面 然后呢 通过RocumQ Collect 或者RocumQ Flink呢 可以直接丢到一些业务的监控平台 一般业务监控平台 就是业务属性很强的 提供给业务的查明信啊 做一些简单的汇总啊 统计啊 等等这些 这样呢 我们不管是前端 后端 还是日志文件里面的 一些监控数据流 都可以通过RocumQ 然后采集起来 然后呢 提供给下游方便进行消费 最后呢 丢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段 好 这个是监控数据流 第三个是 胡仓数据流 胡仓数据流 其实有这么一 嗯 其实怎么说 是现在大数据里面的一些常用的 第一个是OLAP的 OLAP主要是现在 市面上现在就是 比较火的一些产品 还有一些 现在大很多大城也是基于这些产品 做的像 那个Clickhouse Hedoris 这样是比较火的 两个OLAP的产品 还有一个是做那个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 机器就是随着现在 比如说一些视频网站啊 还有些直播啊 还有些直播啊 的这些就是不断的向你推 不断的向你推 其实他们就 就对你的你看的一些数据呢 进行了一些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过后呢 他知道了你的一些倾向和Tag 到时候呢 就会给你定向的推一些数据 这也属于机器学习的范畅 嗯 然后第三个呢 其实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当然嘛 可能我们平常一般的同学 接触很少的 叫做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 其实对于 嗯 我们都说数据挖掘 属于大浪淘金嘛 大浪淘金 其实现在在胡仓 胡仓一体化的理念 就是在胡仓里面呢 就是什么样的数据都有 我们它的一个倾向就是 需要在这种海量的数据里面 找到我们的珍珠和黄金 嗯 对做数据挖掘 那这些数据怎么样可以入到这些目标的一些 就是存储里面呢 比如像Doris或者Clickhouse啊 或者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平台里头呢 OK 这里面一个简单的图示可以总结一下 通常呢 这些数据呢 来源于指 就是来源于像一些前后端的一些指标 或者是来源于一些TP的数据库 或者是来源于一些日志 这些日志呢 就是除了我们就是一般说就是后端的买点的一些日志文件 当然还有一些 嗯 就是一些 嗯 就是后端的一些特殊的买点 就是说像在直播啊 还有以前我们做过 我做过一些在新教室里面的一些新令的这些数据啊 其实都是很值得分析的 或者做数据挖掘的 像这些数据呢 我们按一下 Metrics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前后端的Metrics 都可以直接通过配置配置 就是上网到RocMQ里面 还有些OLAP的一些主件 比如像Metrics code的一些业务型数据 也可以通过FlinkCDC 或者Devizism 然后呢 上传到RocMQ里面 当然了 日志就不用说了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配置 把数据采集到RocMQ里面 采集完了过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 嗯 如果有一些 我们通常这时候就分 就分流了 如果需要简单的数据ETL和转换的呢 我们可以用RocMQ的Collect 或者RocMQ的Flink 然后呢 做一些简单的数据转换 或者是直接集成Flink 然后呢 Flink或者是Spark 然后做数据进行深度计算 计算完了过后呢 可以丢 可以利用这些计算平台 就是强大的Sync的能力 可以Sync到下游的 比如说数据仓库里面 OLAP的平台里面 或者数据湖里面 比如像湖底 或者Iceberg里面 嗯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好 好 再我们讲完 就是这么多构建 嗯 大数据流的情况 那如果RocMQ 在构建这些大数据流的时候 有什么优势呢 这个地方我主要介绍有几点啊 这边列了很多 大家可以下来看一看 我主要介绍有几点 第一 就是RocMQ架构非常简单 简单就意味着更稳定和可靠 比如RocMQ的NameServer 它是一个无状态 它用最终的 就用最终一致性去做保证 并且它要做了数据的交验 这样的话只要有一个 一个的元数就对 整个集群都不受影响 这样的话就 就是怎么说呢 嗯 它丢掉了一些 比如说用RAFT呀 或者是用 其他的一些 一致性的协议 来统一元数据的情况 就是有了呢 逻辑更复杂 就是排查问题 比如说选举啊 什么的这种逻辑的话 就会有更复杂 恢复的时候 会更麻烦 嗯 并且就是在 嗯 稳定性上呢 其实就需要 嗯 就经历大量的实践考究 可能才会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是RAFTQ呢 用一个极其简单的一个设计架构 然后解决了一些基本的元数据处理 当然呢 它现在管理的元数据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也更稳定 它自己简单实现了呢 就通过这些简单的实现 然后呢 就可以导致它的元数据管理非常稳定和可靠 原数据稳定和可靠了过后呢 那整套系统其实稳定和可靠 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嗯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系统的 呃 之所以不稳定和可靠 更多的是来自于原数据的管理 因为其实数据层其实大部分的 嗯 数据层的正确与否 主要取决于原数据的一些满品关系 所以说原数据的管理 直接决定了嗯 整套系统的稳定性 当然嘛 架构稳定简单 那就意味着说 我们运维它的时候 也会非常便捷 就不会 就不会有特别复杂的逻辑 比如说我的肌群 从异常恢复的时候呢 需要我们 我需要去判断哪个master 哪些slave 然后怎么样去恢复 先启动谁 后启动谁 等等这些运维的操作 其实rockmq就没有那么麻烦 就会更 就是运维起来 就会更简单一些 嗯 好 其次还有一个 其实我 虽然说那个功能很小 我也想着重强强调一下 其实就是rockmq 这是一个服务端的过滤 因为这个呢 我们之前就是有 嗯 其实有很惨痛的经历的 之前就是我们做一些 就是想统计一些流量层的500啊 像200啊 404啊 400这种就是 嗯 这些流量层的一些监控 因为我们所有的访问 只都是打在一个topic里面的 而这个topic里面的 域名有非常多个 但是就突然有一天就 接到有一个域名的 就有一个组同学 他们想要他们那个域名的一些 请求的日子 其实他们请求的 请求的量其实不高 其实就我就举个简单的量 就是什么 就是数据量 已经相差有一千倍 就是假设全量的日子 有一千万条 其实他们的访问是只有一万条 这就导致就很尴尬 就是他们必须要把所有的日子 都消费下来 从中过滤出他们需要的 这当中的那个带宽的那个消耗 大家是口想而知的 但而RocumQ其实是支持 从服务端过滤 意思就是服务端 把数据给你的时候 他就已经只给了你 你需要的那部分数据 就是已经过滤好 中间节省了大量的带宽 特别是在一些大数据的场景下 比如说我们数据就是或者是 那个数据有问题啊 或者是我们的代码有bug呀 要进行不断的进行消息重放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不停的重放的时候呢 其实流量贷款特别大 如果这个时候有消息过滤的话 对于整个贷款的节约 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好 这个是RocumQ过渐大数据的一些优势 然后下来一个是那个RocumQ5.0的架构 RocumQ5.0其实在功能上 我理解 其实我主要增加了有以下几个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是存储和计算分离 我们看左边的图有一个数据面 数据面其实现在呢 他把那个主要做了两点改造 第一把存储和计算做了一次分割 分割就是我们先说存储成 我们就先不说了 主要是内存一些Commit Log的处理 计算厂其实它主要是把以前的客户端的 一些计算逻辑 比如说rebalance的一些逻辑啊 还有一些路由的逻辑啊 然后通通沉降到那个RocumQ Broker上面 变成了一个C Broker C Broker呢其实就更多的处理了一些比如像代理啊 还有就是嗯像做负载均衡等等这些重逻辑啊 对单独成做了一个模块 就是一个计算成的一个Broker 所以说Broker呢就拆分成一个计算成的Broker 和存储成的Broker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个是轻量级的多元客户端 由于出现了C Broker 它把大部分的客户端 之前的一些重量的一些计算逻辑 就是包揽掉了 那现在的客户端就会变得非常瘦 OK 所以说RocumQ5.0里面对多元客户端也进行了一个改造 是基于一个GRPC的一个协议 然后做了一个轻量级的客户端 而这个轻量级的客户端功能就非常单一 它就只是个我们可以讲 它就只是一个客户端SDK功能 没有任何的重的计算逻辑 因为重的逻辑都已经抽到C Broker里面了 所以说现在多元客户端就非常简单 我们在对照之前的这个说明 就是在现在4.0 4.X版本里面呢支持非常多的客户端 也支持非常多语言客户端 但是这些非常多语言客户端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相对于5.0来说可能会有一些 嗯怎么说呢发现一些不便利 比如4.X的客户端呢 加码客户端我们就不说了嘛 加码客户端功能是最全的 我们从C++客户端说起 C++客户端是一个 就是完全基于C++ 就是C++的一个客户端 它实现了加码客户端的大部分功能 大部分功能 而其他语言的客户端 嗯现在呢都是基于C++的客户端 做的一次语言包装 就是说其他语言都是第二用的 那个C++客户端的一个 那个动态链接库 然后呢做了一层包装 然后后来呢 购语言的客户端单独 就是重新做了一版 就是把抛弃掉了之前 C++客户端的以来 单独做了一版就是完全购语言 重新编写的就是比如说网络层 网络层重新做了一版 就是现在的购语言的客户端 但是之前的4.x的问题就在于说 不同的客户端他们的功能 可能很难对齐 并且就是那个编码风格也有很大差异 这样就会导致不同的语言客户端呢 他们的功能就是功能步调不一致 开发周期不一致 就遇到一些问题就很难排查 因为跨语言调用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好排查 而现在5.0客户端呢 都属于轻量级的多余的客户端 GPC协议直接生存客户端的代码 所以说功能和稳定性能都相对来说 会更好更强 第三个是一个轻量级的broker的扩收容 因为其实RockMQ我们都知道 RockMQ的broker其实是 一个那个亲CPU的 他说他对CPU的要求不高 所以说呢 在RockMQ里面呢就做了一层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说是多层利用CPU吧 就是他把CPU包装了一层 哦不 他把那个broker包装了一层 做了一个broker container 可以在broker container里面呢 起多个broker进程 这样的话其实就加就是 就是加大了对CPU的资源利用 就是我一样就是以前的做法就是说呢 我在同一个机器里面呢 部署多个broker进程 这样的话我也是就是 单纯是按照人为的方式去做管理的 而现在呢 RockMQ直接已经支持了这个功能 并且是内置的 所以是RockMQ自己本身去管理这些轻量级的broker 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够加大CPU的利用 好的 接下来呢通过这个讲话了过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些新的名词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LB Group 就是一个新增的一个接入点 Navigation Server 也是一些控制面的一些那个接入点 就是以后呢 RockMQ就不再向外暴露那个broker和Name Server 都是通过接入点的方式 然后呢 动态的寻止后面的那个RockMQ集群 这样呢主要是方便 就用户最后面的无感知呢 就方便用就做迁移啊 状态扭转啊等等这些就更方便 嗯 好吧 然后一个接下来我们讲一个5.0的一个展望 其实5.0现在如何如何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马上就要准备收尾了 现在已经有5.0的Alpha版本 Beta版本 Preview的版本 都已经在Github上有代码可以看 所以说5.0主要解决的一些就是一些企业 一些上云的一些计划 所以企业上云的时候呢 主要需要处理第一个是消息 消息就是一些离散型的一些消息 第二个是一个事件 这些事件呢可能源于各种各样的系统 或者是比如说OSS的系统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技术产品所发出的一些事件 比如Git的事件啊 然后OSS的事件啊 对象存储事件等等这些 第三个是一个IoT的事件 这IoT的事件我把它单独拿出来说 是因为就是随着互联网 就是下半场越来越如何如初的发展 就是终端设备越来越多 所以终端设备的事件也会越来越多 这导致就是MQTT协议这种东西呢 都会更加风靡 就是其实它就会属于未来的一个流量的 一个特别大的增长点 而RocketMQ作为一个就是数据传输通道 务必要支持从数据采集到传输这一端 所以说IoT往后是一个巨大的增长量 现在RocketMQ呢也开源了RocketMQ MQTT协议 可以直接对接IoT设备事件上报 也可以帮助企业快速的接入 第四个是数据流 数据流当然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对吧 像监控数据流 日志数据流 还有其他的业务的那个业务数据流 业务的增长数据流 企业上语呢务必会解决这四种就是数据 而RocketMQ呢 比如在这四种数据的各个领域呢 现在都就是陆陆续续 这四种数据都已经有开源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周边生态组件 来支持这四种数据的上云 所以这四种数据呢 RocketMQ通过做了一些存储计算分离 然后增加了RocketMQ Streams RocketMQ Flink 还有RocketMQ Collect 的这些就是连接器的一些项目 可以帮助企业呢 就是以低成本的方式 并且快速的方式 把这些数据呢 接入到RocketMQ里面来 这样呢就可以达到 就是帮助企业省时省力省钱 好的 嗯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加一下 嗯 左边是我的微信账号 右边是RocketMQ Search 的一个钉钉群 大家可以加一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关于我今天的演讲 有任何疑问的话 然后可以在群里面 那个发一发 按一下小尾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次 那个线下的沟通和交流 嗯